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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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了纠正 这是监察院在91年的当中所提出来的一个纠正文 那这件事情到底是发生的状况是怎么样 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情形被纠正了却在司法上面没有任何的一个处理 所以今天邱益提出来了他的质疑 我们来听一下邱益委员的假话 这个案子呢 政府大概耗了7亿多 那会已经民进党实证了 我知道后来竟然是八九成的渔民都拿不到 当时苏大军也非常傲慢的说啊 你们都说我用假人头啦 用假渔民啦 那么虚报给补偿费啦 那你要拿出证据啊 那不你们告我啊 就非常的傲慢 他还叫柯农说可以告我这样子 对对对 如果他说柯农如果去布白衣你不可以去告啊 后来监察院的纠正文里面写得很清楚 就是用了很多的假人头 很多的假渔民 虚报了很多的费用 所以所有的补偿费其实是拿去啊 被中保持了 当时候这件事情在平东是一件 让大家非常痛恨的一件事情啊 但是因为当时被调查局长 夜深茂 检调把他压了下来 所以这个案子没有继续再办下去 可是所有的档案呢 其实都留着 好 邱毅的指控是说 当时花了非常多的烂报跟福报 以及人头来报的费用 那么攫取了国家七亿的补偿金 但是真正的农民 科农他们并没有拿到这个补偿的费用 而这些钱都流向了私人的口袋里面 这个指控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那邱毅还提出来了另外一个证据 就是在当时呢 科农们因为他们没有拿到补偿金 结果被别人给占用了 别人领去了 所以科农们跑去找苏家权去理论 又能说那是苏家权的弊案吗 校长觉得 我其实类似的情况啊 像我们大学有了比较久嘛 那有些土地可能有人进去里面 在比较早期就在那边盖维建 你们然后设大学了以后请他拆 要他拆嘛 那他就会就来谈很多的这个赔偿嘛 那所以一般来讲 他这个整个的赔偿程序 从开始办到结束中间的过程 如果说因为太长 而原来假如说只有五户 就因为知道说要补偿 补偿了 就变成 盖他的五十户 二十户 那因为这样增加学校的支出 这个被纪录症 当然人家会质疑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第一个 那再来就是 就一的方式就是 把这个跟 会跟他长期来说不清楚的 每个月要支出的费用呢 又会结合在一起 对 还有他的基金会 对 因为现在其实 这些在选举的过程里面 这些都会被连结嘛 这里面我其实就会有疑问 第一个 这个事情最故 以前时91年就已经纠正了 然后现在已经100年了拿出来谈 好像已经稍微久了一点是不是 另外一个就是 国民党你已经执政了快四年了 那如果说这个案子当初是司法 调查局用压力把它压下来的话 你满久执政这么久 你是冲啥 你在干嘛 对不对 会不会有这样的质疑 这个其实你知道 民进党这次打选战 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 说所有2008之前的都不能算 因为现在是在选2012 不是在选2008 所以你对于民进党上一次执政的履历表 通通删除 我们不能检讨民进党 因为现在的是不一样的人 好 那怎么办呢 那你总可以检验 你们现在在选的这两个人 以前做过的所有事情吧 我总可以检验吧 所以你做副院长干了什么 你做屏东县县长干了什么 所以我觉得 这不可以成为选战唯一的重点 可是是可以讨论的 因为本来就是你的履历表 否则马英九到现在 他连做市长所造几个案子 都还有人讨论建成圆环 还有人在讲 如果连这个都 对 副邦案也是市长的 所以你知道 这种事情就是 我检验一个政治人物的履历表的问题 那这个案子 目前看到的证据还不是够清楚 但至少从监察院的报告里看见 第一 好像在告诉我们说 本来政府是不需要花七亿的 对 真是确定的 换句话说 本来如果我快速处理的话 这个七亿可能两亿三亿 甚至更少就解决 四五亿解决 到底原来有哪些人 是投机进去的 而这个投机进去的人 跟屏东县政府 拖了一年九个月 代呼直守 有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 第二 里面又提到一个 说中间是不是有一些 来领这个七亿的人 是人头 这有两个问题 对 如果这两个 哪一个部分被确认的话 那确实是屏东县政府 不把我们的钱当钱 那民进党经常说 宇昌爱就两千万 这个就上亿了吧 我觉得这件事分两块的一项 如果屏东说 请你把大东方所有的违法 科价都弄掉 我给你一页 就屏东县政府就慢慢弄 搞了一年九个月 快两年了 你说我跟紫阳两个人 就到屏东去了 对不对 然后就去买科价 插上去 反正就插齐嘛 大家磕浓嘛 我就插插插插完以后 我们两个就大家去 跟屏东县政府弄钱 回来我们两个就自己去 就是花了喝酒了都浪费掉 压倒 那屏东县政府是政府 就是一个失职 这个效率不脏 那你就说苏家全呢 这个人呢 这个行政效率呢 很差 监督不重 但另外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苏家全告诉我们 我们两个人 范可谦啊 游子侠 你们两个人 帮我去弄那个东西 快点快点 你再找个三百个人 五百个人 把那个大鹏万货插满 插满了之后呢 因为政府要补助 所以那钱你们就领 领了你就当我的人头 那你们领来了一万块呢 你分五千 我分五千 那他拿走五千 就这样子 这样的事情就大调了 那这个 我觉得邱毅呢 最近因为他老是喜欢 打十年前的案子 就是在这个 穷瑶时代的故事 拿出来再重新炒 我要鼓励一下邱毅 你不是什么 国民党第一战将吗 抓兵英雄吗 你不要把这个 陈建伯老师拿出来 然后叫浪费我们大家的时间 去讲一个 到时候可能只是 一场误会的事情 对不对 就告诉我们后面 到底我跟游子祥 到底是跟苏家权串通呢 还是我们属于 我们个人的行为 这样子 对不对 总要给大家一个清理 这个也道理 问题是说 他里面真正的事实是什么 那现在的资料 还保存到什么地步 那法律上能不能追溯 我比较care是 真正的柯隆 没有拿到钱的 我们应该还给他们公道 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很容易 所以很容易说 刚刚放给金说 邱毅老师喜欢打成人网案 有一种可能性 邱毅搞不好是为了选举 然后最后才端出来 如果这样那就太弱了 你知道吗 可是有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选举期间 搞不好有人去挖这个东西 对 然后邱毅才等到这个 对 那如果这样就很简单嘛 那就调查嘛 很简单就这样子啊 不然谁知道呢 而且你想想看 连那个柯农去见苏嘉全的录影带 邱毅都拿得到手 请问一下他是哪里来的 我相信这一定是 我相信那些没有拿到补偿的柯农吧 说是应该给我的钱 结果出来一大堆假的人头 就他们领了钱 我们没领到 那不翻天才怪吗 所以这件事最好的方法 就是真的调查 可是调查有点晚的你知道吗 来不及了 其实这件事最好是水落石出 到底这个县长当时在执行的时候 是为了 有时候他们地方政府执政的时候 他是为了讨好选民 你懂吗 反正花国家的钱嘛 他倒也不是说故意乱发 他就觉得说那 反正钱是国家的 因为大鹏湾是交通部的嘛 交通部的对 他平东县只是代管而已嘛 我认为他可能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 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情 一定是有人告邱毅 然后邱毅才会现在拿出来 因为在选与期间嘛 告诉邱毅 对 我告诉邱毅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调查嘛 其实后面好玩 这个调不调查已经无关紧要 因为也不会在选举之前会有结果 但是这是不是 苏家全如果不选副总统 会不会有人去告诉邱毅 也不会 这个案子大概就已经石沉大海了 就沉到大鹏湾里面 就不会再浮现出来 所以现在这个案子出来 邱毅再把它丢出来 那其实问的还是 苏家全你够清廉吗 我觉得问的只是这一个问题 只是让大家要有这样子的疑问而已吧 我们待会儿回来 转动台湾向前行 12月30日早上 早上9点钟 大家一起来机车 小提请大师下海 巴哈音乐会 转动台湾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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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转动台湾向前行 转动台湾向前行 目的转动台湾向前行 讓新享受 金燉威士忌 口感獨特 風味迷人 金燉威士忌 您現在收看的是 TVBS 無線衛星電視台 現在為您播放的是 新聞葉總會 哇 嘻嘻嘻嘻嘻嘻嘻 不要怒氣 嘿嘿 都準備好了嗎 哦 酒夠香 哇 是台股金面 一定是未未的啦 葛蘭菲迪 單一純賣威士忌 還有兩天 強力帶普 最後型男日記 給孩子吃的東西 怎麼可以不清不楚 新東洋黑豬肉香腸 有履歷最清楚才安心 百大品牌 安心保證 還有兩天 強力帶